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日食或者是月食 好 大家要講這個要先教本影跟半影 你八年級的理化是我教的話 我在八年就教了什麼叫本影跟半影 就是光線碰到障礙物在後面形成的陰暗區域叫做影子 影子老師說影子的形成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影子有些應用 歷史老師說有日軌 量時間 有皮影系 藝術與人文老師教有皮影系 李定克老師教日食跟月食 日食跟月食跟影子有關係 如果這個光線不是一個點光源是有大小的 照出來之後碰到障礙物就會有一些區域是完全被遮住 我們叫做本影 有一些區域是部分被遮住 我們叫做半影 好 看圖 這裡有光線過來 好 有照得到的 照得到的 有照得到的 照得到 照得到 剛好照得到 照不到 照不到 剛好照得到 然後這個綠色的 青色的區域就叫做 照得到 照得到 剛好照得到 照不到 剛好照得到 然後這個叫做照得到 所以這個綠色的 青色的區域就叫做什麼 右邊的光照不到 右邊的光照不到 兩個疊起來 中間藍色的部分 左邊照不到 右邊照不到 中間還是照不到 黃光線完全遮住 叫做 本影 然後呢 左手邊的綠色的部分 就是 右邊的光照不到 左邊的光照不到 部分光線遮住叫做半影 所以有本影跟半影 所以重點叫做 本影叫做完全沒有光 半影叫做 有一些光遮住 有一些光有到達 有部分光可到 叫半影 OK 那麼 會有日時跟月時的原因就是影子的關係 遮住了 擋住了 沒有光了 沒有光了 所以就看不見了 看不見了 就是發生日時或月時的關係 這個我們當回呢 會再跟各位說一些狀況 OK 這就是 跟你介紹本影跟半影 然後當回 講日時跟月時的時候會用到 那我們開始看所謂的日時 日時就是太陽被遮住 太陽被遮住 用普通的方法講 叫做月亮跑上來遮住太陽 月亮跑上來把太陽遮住 叫做太陽 像太陽被吃掉一塊一樣 古人說叫天狗吃月 天狗食月 所以日時的食就是這個 吃東西的食 沒有蟲子 比較好 沒有蟲子嘛 叫日時的食 那麼 符合天文學的說法是 佛天文學的說法是 月亮跑過來 月球有影子 月球的影子落到地面上 人站在月影當中 就表示陽光被遮住了 就看不見太陽 所以就發生所謂的日時 所謂的日時 所以普通說法叫做 月球跑過來遮太陽 天文學的說法是 人站在月影當中 人站在月影當中 好 那請問你 這什麼月下 塑 塑 所以我們說日時必在 塑 要背 日時必在 塑 老師說過 只要答案是跟塑 望 上嫌 下嫌有關的 就不可以只會背 要會看 圖 從圖上看出來誰是塑 誰是望 誰是上嫌 誰是下嫌 日時必在塑 農曆的每個月都有一天是塑 有沒有農曆每個月都有一天在發生日時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黃白有個五度的夾角 月亮繞太陽的公轉 對不起 月亮繞地球的公轉軌道 叫做白道 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道叫做黃道 黃白之間有一個五度的夾角 所以現在都上顯示了 這個是塑 對不對 可是沒有擋 它的影子沒有擋住到地球 所以有沒有日時 沒有 所以這樣就不會有 所以日時必在塑 但為什麼不是每次塑的都有日時 因為黃白有個五度的夾角 那怎樣才會有日時呢 有兩個說法 意思一樣 說法一 日地月成一條直線 月亮在中間 日地月成一條直線 月亮在中間 第二個說法是 月亮的說法 是 月亮 riots 者 月亮明 第二 月亮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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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明 這兩個說法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要如何 才會發生日時 一日地月乘一条直线 月球在中间 二月球落在黄道面上 同时月向是硕 这样它才会发生所谓的日识 就是日识的条件 OK 知道一下什么情况下才会有日识 要背日识必在硕 要知道为什么不是每一次硕都有日识 因为黄白有个五度的假讲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教 日全时日偏时跟日环时 那这有个图 来考试的重点是看图 考试方法一 请问你人站在这里 你看画的图 人站在这里 请问你他看见哪一种日识 考试方法二 请问你想看到这种日识 人要站在哪里 OK 第一个叫日全时 日全时就是太阳完全被月亮遮住 所以是不是表示月亮看起来至少要跟太阳一样大 对吧 月亮看起来比较大 那表示月亮离地球比较近还是比较远 比较近 同时完全遮住没有光 没有光是本影还是半影 本影 所以什么时候 所以看到图上面中间这个 人站在本影中对不对 人站在本影中 所以什么时候会发生所谓的日全时 日全时月亮要近地 要比地球比较近 看起来比较大 所以这样才会能够大到足以遮住太阳 同时要在本影当中 本影当中 所以完全没有光 太阳完全遮住 完全黑掉 这样叫做日全时 所以日全时的时候 月亮在近地 人站在本影当中 就看不下 叫做日全时 这时候就是天就黑了 跟晚上一样 黑了 然后晚上一样 看起来就很恐怖 什么什么之类的 像黑夜一般 看到星星 什么之类的 OK 这就是日全时的照片 旁边那一圈 当我会焦 旁边那个白白亮的 当我会焦 就是刚刚跟你讲的 太阳照过来 然后有本影跟半影 中间这个黑黑的就本影 中间这个黑黑的本影呢 人物在本影当中 就会发生所谓的日全时 就会发生所谓的日全时 OK 好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照片 那就是月球的影子的照片 国际太空站拍 他拍一张 月球 所以影子里的人 就有发生日食 在影子里 然后旁边的人就没有 没有在影子里 就没有日食 只有在影子里面才有日食 OK 好 刚才那个白白的 就叫日冕 外面叫日冕 高中会叫他比较仔细 普通就看看就好了 日冕平常就存在 可是因为他比较暗淡 所以你平常看不见 要等到发生日全时 才会看到他那个光芒的样子 他跟太阳如果活动比较剧烈 这个日冕的形状会比较趋近于原型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玩意叫做日冕 所以以上介绍就是所谓的日全时 OK